矿地理財竟在運通 你好 歡迎收看熊財戰略 今天大環是上漲188點 188算是滿不錯的 吉祥的這個數字 尤其我們的股票 又再度出現供到漲停板 再度地證明這個行情 你拉回其實要站在買方式買什麼 買真正會讓你飆的股票 待會跟大家來做個提醒 來印證一下 是什麼個股 可以在今天這個盤勢上 震盪的過程裡面 我們布局還能夠拉到漲停板 好 先來看一下 我認為這個行情 賺錢之道 賺錢之路非坦途 專注一心排除雜念 你唯有專注一心的人 排除雜念的人 你才可以在這個賺錢之路上走得順利 在賺錢之路上 我在節目上跟大家講說 會有很多的誘惑 會有很多的雜念 就像前一陣子很多人在講重電股 很多人在講電線電單股 你看這兩天全部殺下來了 你看這個重電股很多人在講華城 你看華城我昨天在節目上跟大家講 我會把我傳承稿拿出來給大家看的 在4月11號的時候我就告訴你 我就告訴你說華城的本益比 已經高達55倍了 高達55倍了 你自己想想華城是做變壓器的 這個變壓器有到世界的水準嗎 台灣會做變壓器的 包括像東元 大同這些都可以做變壓器 國外有很多廠商可以做變壓器 一個變壓器的 做一個變壓器的股票 本益比可以拉到55倍 你會不會覺得太扯一點 但是我跟你講 沒有一個老師在這樣講 全部都跟你講 你看重電股大漲了 重電股大賺了 都沒人告訴你要站在賣方了 對不對 然後你覺得重電股在漲 重電股買不到 趕快去買電機電藍的股票 15的買不到買16的 結果16的 我也提醒你就絕對不能追 這兩天都殺下來 你看 對不對 一根藏黑 昨天一根藏黑殺下來 今天再殺下來 對不對 連續殺三天 連續殺三天 對不對 那我的看法就是說 我認為華城這個地方 他開始會盤頭 他的頭部高點就在這個位置去附近 即使再上去空間也不大 或者他上不去 你就要開始這邊做個殺下來 殺下來完以後到這個低點先反彈 但是反彈以後 這邊會變成一個左肩 這裡是一個頭部形態 然後反彈做個逃命反彈 再做個右肩 所以基本上華城 我認為包括像是1503 四電都在做頭 我現在跟你講沒人敢講的東西 沒人告訴你這個已經在做頭了 因為你從基本上 你從他的產品就知道了 他不是一個很高明的技術 高超到其他國家都做不出來 他就是很明顯在主地炒 你看他炒多少了 如果從低檔區這邊來講 他炒上去 炒差不多也超過十倍了吧 那你自己看 有一檔個股也是之前這樣的 炒上去炒差不多十倍了 結果炒十倍完以後 一路殺下來了 所以說股價什麼叫漲多了 當然不是說它漲多就一定會下來 而是它如果已經漲到一個不合理的價位 那你自己想想看 像這檔個股也是一樣 為什麼這檔個股最近殺那麼兇 為什麼金益科最近殺那麼兇 因為去年根本沒賺錢 今年也不知道能不能賺錢 你知道主力要拉一支股票 它一定要有一個根本最基本的條件 就是這家公司 它的業績要有爆發性 它的業績要有成長性 如果業績沒有成長性 光靠主力去拉 我請問投資朋友 他到底說拉要出給誰 就像這次神盾去年沒有賺錢對不對 然後很多人在講說神盾大漲 神盾大賺 一直在講神盾對不對 結果神盾很多人去追 都追到這個高點 結果神盾殺下來 殺到四成下來 現在還在等解套 我認為神盾你在做什麼 做頭了嗎 神盾竟然都在做頭了嗎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過 股市有很多的雜念 這種雜念你要排除掉 我跟你講你光做電子股 你都賺不完了啦 你不用做什麼重電 電纜 營建 那些個我都不用去看 那些個只是增加你的投資困擾而已 你光做電子股你都做不完了 你都賺不完了 你來看 你來看我們怎麼做的 系統 對不對 系統 我在節目上跟大家講 我分析系統跟一般老師完全不一樣 我是從整個公司 從公司的經營者的角度 來看這家公司系統 來看整個集團要怎麼樣佈局 才可以預火重生 所以我看的角度不是看它基本面 不是看它技術面 這些東西你看不出來 為什麼它會大漲 但是如果你看出來一個集團 它局域求生存 它想要預火重生 想要重新東山再起的話 它要泡什麼東西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我說聯電是不可能的 聯電做成熟製成是不可能起來的 起不來 起不來 對不對 起不來 因為我講過了 因為你看這支股票 這支股票你就知道 你看這個利基電怎麼跌的 成熟製成的股票就完蛋了 大陸一直在幹 所以聯電是不可能起來的 起不來 除非它有切進到先進封裝 或者是要切進到先進的製成 但是它目前技術還沒到哪裡 所以它急遇要找一個集團裡面 急遇要找一個能夠代表集團 衝出來的一檔股票 我就跟你講它就是找系統 它的動作已經非常非常明顯 只是很多人還看不清楚 很多人還不曉得 我昨天也在節目上跟大家講 你不要以為說 系統我們從49塊錢做企劃對不對 結果完以後是不是大漲 對不對 是不是大漲 然後一路震盪的時候 我告訴你持續站在買方 一路做多 我們是一路做多 不管是Lite裡面也好 我在節目上也是這樣講 一路做多 每天都跟你講 你看我們的系統 對不對 這邊稍微放大一下 對不對 對不對 到昨天不是撒下來一根藏黑嗎 我還是告訴你 波段看好沒有改變 我認為是漲多做個整理 但是整理完以後還會再創新高 今天4月23號再創新高 再漲 再漲1塊3 這個又有一個下眼線 你看這一檔股 很多人講說 老師已經充40塊錢左右 漲到73塊錢了 看起來漲很多 但是我昨天有沒有跟你講 你現在不能用它以前的 IC設計來看這家公司 你要用它去看一個準什麼 準IP股的角度去看這家公司 你知道IP股 它一旦變成IP股的話 你知道它的本益比要拉到多少嗎 IC設計可能20倍 但是只要是它 如果是萬… 它已經變成如果IP股的話 本益比40倍起跳 40倍起跳 你看我們台灣的一些IP股票 我昨天跟大家講 四星也好 包括像M31 金星科 這些股票本益比都四五十倍以上 所以它只要一轉型 它正式成為IP股的時候 它的本益比 你就要從40倍以上開始起算了 所以我認為現在六五幾塊錢 你還是很便宜啊 還是很便宜啊 所以我幹嘛沒有改變嘛 到底事後 你過一個月或者是過兩個月 你事後看看它股價會不會創新高 或許可能不用等那麼久 可能一個禮拜再給你創新高了 你事後可以印證看我講的對不對 沒有關係 但是我要跟你講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希望我們的股票創新高大漲上去 你能夠參與 因為過去的你來不及參與了 但是未來你一定要參與 你一定要跟上 否則你會浪費措施 浪費這一段很好的行情 很好的個股 就像你看 我跟你講2374的家人 切入AI智能相機 對不對 4月2號告訴你 對不對 4月3號拉漲停 4月11號再拉漲停 4月12號再拉漲停 4月17號再拉漲停 對不對 對不對 4月18號我們的折訊 對不對 就告訴你 我們從第一檔 28塊半推薦買進 漲到今天45塊6 獲益多少 56% 對不對 4月22號昨天就不是漲多拉回嗎 又殺下來了 很多人一看殺下來 就開始覺得說 這個是不是漲完了 我告訴你 這個叫漲多拉回 我還是持續看好沒有改變 你看今天4月23號 盤中再拉漲停板 又大漲2.95元再大漲 對不對 這樣上去快六成了 快六成了 你看我緯度跟你講多久了 對不對 所以我就告訴你說 過去的你來不及參與 但未來你一定要跟上 包括像你看我跟你講 6.07的雷科 對不對 4月13號告訴你 這個會漲 4月8號拉漲停板 4月9號再漲3塊9 4月12號再漲3塊6 好 我4月18號告訴你 這裡有個跳動缺口 我這尾菜單做震盪整理完以後 後面還有機會再創新高 對不對 那今天4月23號 盤中再拉漲停 漲4塊2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的抗訊 雷科漲停 波段成本47塊左右 累計獲利35% 獲利續爆 所以我就跟你講過 當很多人專注開始轉移到 轉移到說看電子股沒漲了 看電子股在拉回了 就告訴你說 你看我們要買這個 我們要買這個營建股 我們要買重電股 我們要買這個什麼 電藍股 我們要買生技股 我告訴你那些全部都是雜音 你真的要賺錢 我跟你講過了 真正要賺錢 一定要專注於新 排除這個雜念 那些全部都是雜念 那些都是短線的 那些都短線了 真正會大賺 真正會讓你大賺的 一定是在電子股上面 為什麼 因為電子股才是真正的成長型的股票 你看美國五四就知道了 美國五四漲最兇是哪一檔股票 就是NVIDIA 對不對 美超微啊 你說 可是他們最近拉回 沒錯啊 但是他們漲幾倍 漲兩倍 漲三倍 他拉回了兩三成又怎麼樣 對不對 股票不可能每天漲嘛 他總是會有拉回的時候 但是拉回是不是你上車的機會 對吧 報告一下你看 6425的一發 有沒有 COWAS小千兵 我在3月25號跟你講的時候 當時市場上沒有人在講這支股票 我跟你講 這檔股我一發不可收拾 一發不可收拾 我說今年它會轉虧為雲 會大成長 為什麼 因為我說去年光12月份 光12月份一個月就賺1塊1了 你知道這多驚人嗎 多驚人嗎 對不對 好 3月25號告訴你進場佈局 3月28號盤中拉漲停 4月1號盤中再拉漲停 4月9號再拉漲停 對不對 今天4月17號盤中再拉漲停 那我跟大家講過 這4月18號 4月18號我跟妳講什麼 我跟妳講說 這檔股目前在前波高點這個地方 做一個震盪整理的動作 因為股票漲多了嘛 漲超過六成了嘛 對不對 她在那邊做震盪整理 但是你要注意到它3月份的營收成長100% 3月份的營收又成長超過一倍 又成長超過一倍了 我告訴妳接下來4月份 可能還是成長超過一倍 所以你看今天4月23號 一發再拉漲停 我們的抗訊 恭喜一發再度大漲 我們破斷成本54左右 累計獲利超過六成 吃骨虛報 對不對 所以妳需要說每天換股換來換去 一下換重電 一下換電纜 一下換營建 一下換軍工 妳需要這樣換嗎 我是不是跟你講過了 賺錢之路非坦途 這裡面有非常多的什麼誘惑在誘惑妳 換來換去 跑來跑去 但是我告訴妳 妳光專注在電子股 妳專注於現在電子股這種高成長 具有核心競爭成長力的股票 我告訴妳 妳都賺不完了 妳都賺不完了 妳排除雜念 跟著我專注於心 一起走進什麼 賺錢之路 對不對 好 這些股票我之前都跟你講過了 我說這些股票在高資在整理完以後 整理完以後 我認為還有創新高的條件 對不對 但是他們股價也漲一段了 所以我告訴妳 我們開始要佈局一些新的標的 我告訴妳 當我要佈局新的標的的時候 我就告訴妳 趕快要跟上我的腳步 因為妳少更一天 或者是妳錯過的話 妳可能要少賺一更 兩更 甚至後面三成五成的獲利 很多會覺得不相信 沒有關係 妳不相信我們就來看 對不對 好 我們看這兩個股 4月18號告訴妳 高階感測器正式出貨 進場佈局 這個打出一個很大的底部型態出來 對不對 這是微笑形態 這是微笑形態 這兩顆眼睛這個微笑形態 後面就是要上去的 對不對 那我還把當天還在節目上跟你講過 我們把它進場做佈局動作 你看 這個先看一下 這邊 5251天月電 對不對 那看一下這張股票 對不對 來看一下我們的抗訊 5251 恭喜521天月電 漲停 續報 持續看好 是不是 我是不是告訴你 你不用跑來跑去 不用換來換去 光電子股你會賺 我就告訴你賺不完了 賺得飽飽飽的 對不對 那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獲利 就是第一個 你要選對股 第二個 你要集中活力 所以我跟你講說 為什麼你不要一下去買電機 一下買什麼電纜 一下買重電 一下買軍工 一下買銀件 一下買生技 為什麼 因為你那個叫分散投資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 分散投資賺不到大錢了 因為你的錢資金就是這些 對不對 你這裡買一點 你那裡買一點 這裡買一點 到處在壓 不知道哪一支股票 你為什麼會這樣分散投資 是因為你不知道到底誰會漲 你不知道誰會漲 所以你才會這裡買 這裡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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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老師也是這裡買 這裡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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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也不知道哪裡 什麼會大漲 但是我問你 前任人去追的 追那個市場熱門股 追的現在是全部套牢了 而我們趁電子股拉回的時候 大家不講電子股了 我趁電子股拉回的時候 我們就布局電子股 你看電子股今天供漲停 我們的股票今天供漲停板 這就是我告訴你的 選對股你要集中活力 你跟我集中活力 然後迎接標股波段利潤 這才是你賺大錢的方法 所以想要跟上腳步的 趕快利用電話號碼 跟我們現在人做聯繫 我們會選擇最好的標的 最好的股票給你 然後你會享受 最大的一個什麼 波段利潤 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回到現場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運達頭部陳老師 專長研究核心競爭成長力 主力不能說的秘密 專注成長不同反響 贏家專線 02 2781 0909 2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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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909 運達頭部真心照顧 運達頭部陳老師 專長研究核心競爭成長力 主力不能說的秘密 專注成長不同反響 贏家專線 02 2781 0909 2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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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909 運達頭部真心照顧 遲到了 看見行人行進路口 準備穿越道路時 汽機車應暫停 讓行人先行通過喔 很慢耶 行人已進入行穿線範圍內 汽機車均應立即暫停 讓行人先行通過喔 另外在沒有行穿線的路口 不管同向轉彎或執行交叉 遲行人過馬路 汽機車一樣要停讓喔 汽機車行進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暫停讓行人先過 最高可處六千元以下罰還 停讓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 好 歡迎回到現場 如果電子股這個量要出現止跌的話 你要特別注意 COAX的股票呢 這個地方可能會請你先做止跌 所以你看一下 6187的這個萬潤 萬潤的這一波它從多少 它從量300多塊錢 305今天殺到最低是200 這邊這一波最低是202 它這一波你不要小看 它這波點了100塊錢耶 那今天出現一個正式的 一個止穩的一個訊號了 好 止穩訊號 所以像這種個股喔 這個3131的紅塑 這個投信買的非常多 這種個股呢 如果它能夠再創新高的話 表示整個電子股的行情又要來 電子股的行情要來 那我講過這一波因為整個電子股拉回 跟著美國股是這樣拉回 變成它們很多的個股呢 它本益比壓得非常低了 像這個3661的這個 3661的次星 它原本在4000多塊 4569塊 現在殺到2000多塊錢 這殺得非常重 那隨著它往下跌 它的本益比也開始往下修正了 它原本這個地方 本益比將近50倍左右 現在殺到這個地方已經殺到什麼 本益比大概40倍 不到40倍左右了 所以像這種個股呢 它有機會 機會在這邊做主體的動作 但是你要它馬上往上大漲 可能比較困難 所以這種個股呢 就不要去追它 包括像是3035的 資源是一樣 這種都是IP股啦 IP股基本上現在都不能追 我就跟你講 IP股只有這次可以買而已啦 其他的不用想 這支股票我認為後面還會創新高啦 好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說 我們之前不是跟大家講說 AI智能相機呢 是整個AI應用方面的前端 所以呢 另外一檔個股呢 我們先做了2374的佳能 佳能 結果這一波大漲得快六成上去 如果從最低點算的話 因為我們沒有買最低點啦 如果從最低點算大概漲八成了 我們大概是第二根 接近到第三根 就做一個買進的動作 所以大概賺大概六成左右 那這檔個股呢 我認為它是 它也是做AI智能相機的 然後去年EP25塊半 我昨天就在節目上跟大家講 這檔個股我認為它後面會創新高 我認為它後面會創新高 那你看今天大盤這麼震盪的過程裡面 它這個已經開始要慢慢的往上面 往上面大漲上去了 這個我認為後面會創新高上去 現在因為還沒有創新高 所以現在是慢慢的漲 等到創新高完後股市是這樣子 有時候股票還沒有漲的時候 大家都會觀望 會看 然後等到股價大漲上去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說 哇 這次股票不得了 真的要漲了 結果開始去追了 然後追加力道 會讓這檔個股創新高 所以你買股票是要創新高買呢 還是它還沒有創新高的時候買進 所以就看你的選擇了 我在節目上我跟大家講 我們的操作的策略就是 在它還沒有創新高之前 我們先佈局好 我們先買好 也就是我跟你講的 選對股 我們集中火力 然後迎接飄股的破斷利潤 那為什麼可以賺到破斷利潤 因為我們成本是壓到最低的嘛 什麼叫成本壓到最低 就是它還沒有突破之前 它還沒有大漲之前 我們先進場卡位嘛 所以你看到我的股票能夠漲四成 能夠漲五成是怎麼來的 就是因為我們在低漲區做佈局對不對 那大盤不是最近震盪嗎 那大盤震盪的過程裡面 你發現到很多人受不了了 因為有些人可能是 大盤震盪的過程裡面 可能是買在高點 所以殺下來了 然後會害怕要趕快把它出掉 但是如果說你成本是壓到低點的話 大盤在震盪 但是你發現我們的股票其實震盪不大 隨時隨地又跟你創新高上去 又跟你漲停板上去 所以我會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要賺取波段利潤 你一定要記得一件事情 未接 你的成本是最重要的 你只有跟我買在這種低成本 還沒有創新高之前買進 你後面才有比較大的波段利潤 你才賺得到 好 那我們就看下一檔個股 這檔個股是我們今天切入的股票 尾盤也是供到漲停板 那這檔個股是做導電塗料大廠 這家公司你看在這邊打底 已經將近一年了 打底一年剛剛做個突破動作 剛剛做個突破動作 那近期再做個震盪 震盪的過程裡面 我認為這檔個股還會高點 因為它這檔個股 它已經轉進到什麼 已經轉型轉到儲能 還有電子材料這一部分 然後之前為什麼盤盤那麼久 因為之前公司沒什麼賺錢 甚至小虧 小虧小賺沒什麼賺 但是我認為這家公司 今年會開始進入成長期 今年開始確定要進入成長期 因為它切入的這兩塊 都是可以讓它賺錢的 所以我認為這檔個股後面還有高點 還會創新高 所以這檔個股 你要把握跟我進場佈局的機會 把握我們的獲利三部曲 選對股 集中火力 迎接標股 波段利潤 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跟上我們的腳步 最後祝大家操作順利 本國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之下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的祖先很輕鬆 漫行修行都不打算 細細啪啪的燉起來放 五個時候 我們一塊菜包也能賺三餐 一塊菜包也能賺三餐 期待不一樣 古早味現在往我們推延傳 因為做工我們在地上 所以我們一切就要去趕 如果讓你吃傳統 還要讓你吃平衡 如果開來 都滑過三餐之後 一會兒不來賺 今天開來 暴力大逼 運達頭顧陳老師 專長研究核心競爭成長力 主力不能說的秘密 專注成長不同反響 贏家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 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 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 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頭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想瞭解最新台股走勢 古事名師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動乾坤 住在九公寓三樓的陳奶奶 每天都在陽台邊 與鄰居們打招呼 因為爬樓梯 已成為她出門的障礙 社展包出代管四點零 以屋換屋可跨現實服務 讓這間零 讓這間零